本節目內,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,並不代表本台立場。 大家好,歡迎回到今晚的一級賽馬方程式,星期三晚跑馬地馬場將會上演八場賽事,會用上最窄的私家三難私家六關。 這條跑道今季都比較少用,但集中在季初的階段,9月27日第一次用,其實上一次用已經數到3月28日,比起其他跑道好像比較久沒有用過。 不如看看那條跑道上次的形勢如何。 去一去圖吧。 過往大家都知道,理一下內蕩、跟前走的馬做,佔有比較大的優勢。 當晚其實情況都累近,你看看,跟前勇者勝、加州議長、和諧小子這些馬全部都跟前跑得好。 那麼流後的馬又如何呢? 其實你看看,大紅圖是元老貼爛的,金銅也是,海里多就中斷法力。 我自己看,其實今季用過六次的私家三難私家六彎,基本上都是內蕩馬佔有很大的優勢。 你以這個3月28日為例,當日八場賽事有七場都是一至六檔的馬贏得到。 那麼流後的馬就不會說十分吃虧的。 看看明天的情況又是不是這樣。 可以回來。 兩項的杯賽都是爭得非常激烈。 冠軍騎士潘頓鬥莫雷拉。 潘頓現在領先莫雷拉三場頭馬。 你見到最後這四個賽日,其實莫雷拉就逐步逐步地爬上來。 其實坦白說,都是很慢捕捉的。 我自己看回,其實明天賽事,雖然暫時莫雷拉是一號騎士, 但是說回坐騎的質素和檔位等等, 其實我覺得潘頓好一點。 我先說回莫雷拉那些馬。 我想明天,金樽輝煌,全勝姿態,另外精算八方就比較好一點。 還有一隻鼓滑。 招多福我都有選擇的,但是檔位令我自己有少少卻步, 拖著腳就好一點。 但是我說的這一堆馬, 你說真正有冠軍上,我數來數去,不是那麼多。 反觀潘頓那些馬都比較平均一些。 你看回,盈酒杯第五場,第六場的上海大師, 以及第七場的佳應之友, 其實我都覺得是比較冠軍上高一點。 特別是盈酒杯和佳應之友, 一隻馬就千八, 曾經都跑得好。 佳應之友上一場十一檔都跑得這麼好, 我覺得他這次排的一檔是他黃金機會。 雖然你看回,在香港跑了三十次, 贏得一場的勝出率是極度低。 但是這次有個黃金的機會, 我想大家都不要錯過他。 至於高東來講, 暫時剛剛星期日, 潘明輝贏一場, 梁家進又贏一場。 暫時梁家進都領先三場, 35比32。 莫雷拉領先潘頓三場, 比起梁家進領先潘明輝三場, 我覺得這個高東來講是比較難追少少的。 但是這樣, 明天的賽事你數回, 梁家進暫時五匹座騎, 但是五匹座騎都是很邊線的。 我自己五隻馬, 除了赤火神龍之外, 我騎的四隻都沒有選到。 至於潘明輝又怎樣呢? 其實他的手馬都頗強, 騎六隻馬, 有三隻馬是不夠十倍的。 你知我意, 喝彩, 還有一隻幸運時代。 當然, 喝彩其實不是很高的冠軍相, 但是你知我意, 也拼了這麼多。 今次的對手比較弱些, 檔位好些, 又會不會跑得好些呢? 我看都有可能近的。 至於你或者是幸運時代, 上一場放在前面走, 其實鬥到最後的一百米左右才散, 今次對的對手其實都是上一次那一堆。 但是檔位和王浩南變回潘明輝, 我覺得形勢上比較好些, 因為相配一些。 看看今次呢, 潘明輝這三隻馬, 會不會有些什麼馬呢? 可以幫得到他去拿回頭馬。 除了這四位騎士之外, 其實何良和國能都是後日生日, 但是你看看國能那些馬, 其實又不是太差, 雖然出馬不多。 出四隻馬, 富曼家, 仁和家庫, 王者在賢。 我覺得仁和家庫是有邊線機會呢? 可以幫國能拿回頭馬。 至於練馬師又怎樣呢? 何良天日的馬就… 不是那麼多, 即是出六隻, 但是你說, 有份量的馬不是那麼多, 放眼糧, 和富曼家在近駐王區, 可能是邊線少少有機會可以跑得好的馬。 特別是富曼家的國能和何良的組合, 看看會不會一起收到生日的賀禮。 好,第一節時間來到這裡, 待會跟大家說說我的推介。